-飄飾水尖串邦 -飴滾水尖串 -飴滾水尖串的飾水尖串的很高ième -飾水尖串的項小公仔 -飾水尖串的階段 -美 heter!? -飾水尖串的階段 -飾水尖串的這個動作 -飾水尖串的衣服 -飾水尖串的這個動作 -飾水尖串的施特 我们联合直播的网络视讯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 来让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更重要的一个制度的问题 那我们的节目虽然已经改成两周 这个播一次 但是在这两周当中 我相信全台湾非常多人都关注的 一个焦点的议题 就是劳基法的修正案 当然这个劳基法修正案 其实我们在立法院看到它的整个争议的过程 那目前也送出了 那但是它可能要在一个月之后 才会有进一步的在法案的进度 那不过在这之前呢 其实不仅是劳团 或者是一般的民众的抗议 其实还包括了在公厅会上 有很多的劳工团体 或者是劳工的本身 也发表了很多很多的意见 那当然其中受到关注的就是 我们节目的来宾 常常会上我们节目的来宾 高教工会的秘书长陈正亮 那他今天也到我们现场 来跟我们谈这样的话题 那我想要先请教阿亮 就是到底那天的公厅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在网路上面 或者在电视上面看到 在这个公厅会里面 其实你非常的暴怒 然后非常的生气 那说话也其实蛮不留情面 虽然你一直以来 就是对他们不是很留情面 那当然也被封了一个赞成的 这样一个名号 那到底你那天在keybook 在key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这样 那天会怎么那么生气 大概有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是 其实这一个法案 当时在立法院的过程 就是我明明知道他就是 只是一个跑程序 对 也说反正我已经有 这个共厌会了 那我也不想听你要讲什么 我就是要送出去 所以当时大家心里面的确是 就是很清楚 你哪要这样做 后来证明的确是这样的嘛 他其实也没有想要听 那第二个是他在前一天吧 还是前几天 像时代力量去杯葛 他的巡打的程序会 那这个徐永明在那里 被拖出去的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非常的荒唐 因为其实我们有法定的 整个警察权 立法院可以动用的警察权 你可以把他嫁住 这个OK的啦 那事后大家两兆 双方两党再去讲说 怎么样怎么样 去辩论说该不该动用警察权 但是你不能像流氓一样 就把人嫁住 那没想到前几天 还连续嫁了好几个组织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政党 他在民主的这个成分上 你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民主政党 怎么会这样 所以一方面是 当然我对劳基法修正内容 很有意见 再来是他的这种形式上的 只是为了跑程序 那我觉得非常生气 再来就是你连最基本的这种辩论啊 或是去公开讨论的 都不愿意给人家 就把人家拖走 我觉得那一天大概是这样的原因吧 也许这边可以分成几个部分 一个就是在程序上面 第二个是法的内容 以及民进党这个党到底怎么了 包括在过去他可能被认为是一个比较能够去论辩多元讨论 或甚至即使是派系领地 他其实也代表是不同的立场 那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的意志 这个赖奎的意志 或者甚至在小英总统的意志 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 我们会先谈一下那个程序上面的问题 这个程序上面的问题其实 说实在的民主本来就是一个程序的过程 所以即使我们知道那个答案可能是很清楚 或者它可能是一个结果 那跑程序有什么不对的呢 或者是说即使你跑完了程序 即使你很认认真真的做了讨论 最终的结果恐怕也会是跟执行他们的意志 因为他们的人数是比较多的 他们占了国会的优势 也有执政的优势 那如果这样子谈下去 第一个跑程序好像没什么不对 第二个那跑程序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反正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样子 但是程序基本上还是能够让保障 我们把基本的事实讲清楚的空间 我们想说第一个 我记得印象中 国民党当时要推这个一粒一休 对对不起 应该是说砍七天假 降八四公尺到单周四十小时的时候 他们至少还开了三十五厂到四十二厂的 这种叫做劳资双方的会议 虽然大部分是跟四方 那于是最后定调出来要砍掉劳工的七天假 然后换成以利一休这样的一种政策 至少还有这个嘛 那 呃 当然后来去年的修法劳工团体也是反对 那这是至少他还做了那件事 就国民党的时候是做了那件事 那民进党上台之后承接了国民党之前的这个政策嘛 但是你今年你看到他在我们先讲在行政院内部的过程 我前几天知道说邱靖任老师他是民进党中央这个法规委员会成员 然后是劳动部已经很长期的也是法规委员会的成员 他说他在行政院要公布这次修法的前一天才接到劳动部的通知说要去开会 于是他就去开会了 大家外聘的委员全部都反对 那隔天就公布了 所以你 你就是说现在开会的时候外聘委员都反对 但是其实最后的结果还是通过 在行政院内部 那你可以看到说在那一个时候应该是把数据就要先拿出来的时候 到底哪一些产业他没有这个弹性他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那是哪一个产业里面的哪一类型的公司 也许其他类型的公司还能生存 那这类型不能生存 你应该把数据拿出来 你说劳工要加班 哪一类型的劳工需要加班 他的底薪、薪资结构如何 这些东西你可以拿出来辩论 那你如果在行政院内部 劳动部 然后在行政院内部 有这样的一个资料 公开透明资料 其实这也是民主程序很重要的一种 所以这个程序不见得只是在立法院的讨论 但是你会觉得即使在立法院或是所谓的相关的公听的过程 民进党政府做的都是不够的 然后你在立法院里面你可以看到 劳动部对这个政策基本上是没有辩护能力 对 是完全是没有辩护能力 反而是招委或是其他的委员 对 那就很荒唐 那这似乎不是他提出来的 这样 好无论如何我们行政院提出这个东西了 送进立法院来了 那接下来就是立法院内在辩论的问题 那你也可以看到整个民进党基本上 不敢去真正去碰触这个问题 你说他没有要把这个 我们社会杀众一直在质疑的 劳团在质疑的 说你数据拿出来变动看看 实在力量也是这样主张 你没有数据我到底要谈什么政策 那他这个东西拿不出来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拿不出来民进党内部竟然除了零属分之外没有人去质疑 你可以看到这个党的内在的民主性也在消失 就好像是这个赖清德讲一句话就大家就自好同意 所以你说就程序上来讲除了在立法院后段看到的他就是不断的强行表决 停止讨论强行表决 最后整个包裹通过 那把人架出去啦 然后内部没有民主的辩论 连资料都提不出来 在行政院内部似乎也是如此 我觉得这个程序 除了我们刚刚谈到在立法院的这个所谓的辩论的程序 或者是是不是能够充分发言讨论的这个过程之外 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刚刚提到的 我在前几天一篇文章里面也写到这个部分 说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你要去做这个改变 那就会让我想到说 郝伯春曾经讲过嘛 招令有错细改可以嘛 那如果招令有错细改当然也可以 不是完全不行 可是你要改总是要有个理由吧 但是在这个案子上面 你似乎看不到有任何的社会调查 你看不到一些合理的论据 你看不到他的所谓的推演的过程 然后只会看到是有人觉得怎么样 那有些人什么彩排 可是也有有些人是觉得不愿意的 那为什么一个政府在这种所谓的攸关民众 甚至在整个台湾产业经济发展 劳工权益这么大的一个政策 它它会竟然是如此的輕忽 背后是有什么压力 或者有背后什么样的一个思考吗 其實如果我們看勞基法的修正往前推20年 這20年來工種、商種、中小企業各種工商團體 他們提出來的要求其實非常一致 你可以說社會大眾提出來對勞基法的要求不一致 但是最一致的其實是工種和商種這些工商團體 他們要求從來就只有一個就是要彈性化 永遠是這樣 你要降工時他就要彈性化 你說我們不能夠讓勞工過勞 他就堅持要彈性化 所以其實你仔細看台灣的不管是哪一個政黨 他最終會形成的政策都是符音這個彈性化的政策 所以應該這樣說吧 不管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 他所執行的或他認為對的政策 其實就是資方要的這種彈性化政策 所以這次我們看到主要這個彈性化政策是在氣修一的改變 然後這個輪班間隔的規範 然後再來是三個月內加班時數的移動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就是彈性化 為了這樣的一個理由 那賴清德也好 之前的林權也好 之前的蒼燦正 毛治果也都是同一個邏輯 所以他並不是突然想出來 只是他這是一個長期政策的一種思維 也就是民進黨承接了國民黨的思考 這個思考事實上是一個跟資方比較接近的這種邏輯 但是如果你談到彈性化也有不少人會覺得說 彈性化沒什麼不好的啊 我們現在想要多加班賺點錢啊 那過去的一利一休 那這麼具有強制性的這種所謂的規定 那使得我也不敢加班 老闆也不敢讓我加班 然後加班之後可能又違法 那又可能會是增加他的經濟的負擔 甚至也有人提到說 這個加班費不要太高 對勞工是比較有利 所以似乎也有不少人會覺得說 彈性其實是一件好事 那不是只有對資方有利 對勞工也是有利不是嗎 這個要分兩種彈性來講 第一種彈性是企業經營 就是企業體本身的彈性 譬如說這個企業體 他決定這個機器要開24小時 或是說他開12小時 你當然讓他有彈性 這沒有人要管是你 你就是有彈性的在運作 那另外一個彈性是關於人的彈性 這兩件事要分開來 企業他要經營24小時 或經營什麼樣的時間 或他怎麼樣去使用他的經營策略是ok 沒有人管 那但是問題是人他不是一個東西 所以人有他基本的規範這件事情 那就一個企業主他的經濟理性上來思維 我當然希望我的員工能夠非常有彈性的 配合企業體運作的彈性的規律 但是人畢竟不是物品 所以勞動基準法規範是在於 在人的基本的條件上 讓他不能夠完全的配合企業的彈性 以便保護人的身心的安全 人健康 所以這兩個彈性要分開來 所以不管是行政院也好 或是總統府也好 總是在講一件事說 要有彈性要有彈性 沒有人反對你企業經營的彈性 但是我們要求的是 人的彈性是必須要被限制的 這樣 那今天這個爭議就在於這件事情上 比如說 你把人的彈性 無限放寬的結果 是造成我們過勞 造成我們職業安全上的一種風險提高 那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但是會不會有一些狀況 就是有些企業的型態 或是特別是大家會常常 中小企業的型態 它會有淡忘季 它會有大小月 那是或者是有些公共服務業好 例如說氣爆發生了 氣爆發生了 它需要大量的護理人員 醫護人員 它要在那個現場 立刻的去待命 或者是在航空運輸業當中 我們會看到過年過節 那個流量很大 那這個如果不去做這樣一種彈性 它恐怕企業也很難去維持 它有必須符合某種企業的需要 那甚至這個不只是企業需要 而是整個社會 公共服務都需要這樣的一個能力 不是嗎 是 那我的意思是說 當你在講這些案例的時候 其實有一種是經常性的 過年過節是經常性的 所以它並不是一個突發的意外狀況 所以這個要把意外狀況整個分開來 對不對 我們先講這種所謂的經常性的能力忘記 大小月忘記 像有人提到說 好像是某個立法委員提到高筆業 哪一個行業沒有彈忘記 很多都有 好 那在這種狀況的時候 其實這是可以被預期的不是嗎 那在這種狀況 你要增加能力的 你要加班 你要什麼 那我們勞基法有沒有這樣的彈性呢 有 我們有雙週的變形公式 我們有四週變形公式 我們有八週的變形公式 我們有八週的變形公式 所以其實上我們要去談說 好 你需要彈性 有些真的是沒辦法 請你把哪一個產業提出來 這個產業是不是已經適用了雙週四週八週 還是八十四條之一的責任值 還不夠 那還不夠 那是這一家公司的問題 還是整個產業的問題 如果整個產業裡面 有其他的公司可以承擔 那為什麼你不行 這是一個可以客觀評估 但是它又多了一個一例一休的問題 不是嗎 一例一休跟之前的問題 只有在於 休息日加班的加班費被提到 增加 其實它的加班費率一樣 只是做一算四 做五算八 當時的規範是想要透過這個東西 來降低我們在休息日工作的可能 比如說你要提高加班費 以價值量 讓我們不會勞工過勞 降低整體的公司 這也是民進黨當時提出來的重要的政策 事實上實質還不到九個月 你自己就提出說要把它打掉 你甚至還沒有真正評估過一例一休帶來的效果 因為一年都還沒到 整個公司到底降了多少 因為我們還有九十十一十二 還有最後這一季的公司還沒被計算 你這真的還沒有評估啊 你現在就急著打掉 我覺得這是完全不負責的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我們談到民主的社會 看起來在這樣討論當中 所謂的民主的程序 它是有很大的瑕疵的 一個民主的社會 不是只有民主程序 所謂的科學的概念 包括我們剛剛談到的一些基本的調查 事實的理解 在這個部分我們也看到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 它不能講說是荒謬 而幾乎是沒有 那沒有變成是沒有 包括所謂的這個效果的評估 那這是很難理解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現代社會 為什麼它在所謂的治理的方式 是一個非常如此的粗漏 或者是一種非常非常一個 當人家覺得是一個 某種程度叫做不文明的一種做法 我們先休息一下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大圆載報新聞 新北地方法院原定於6號 對大觀社區進行履刊作業 自就會擔心履刊後的下一步 就是面臨強拆 因此徹夜封鎖巷弄 動員居民準備阻擋 新北地院民事法官張子能出面協調 表示履刊是為了後續 幫助社區與板橋融家協調 希望居民配合 但自就會擔心這只是拆遣再走程序 仍拒絕履刊 最後法官表示本次履刊取消 並承諾會先向板橋融家接洽 自就會則表示他們不是拒絕與政府溝通 但政府要求居民在執行強拆程序的同時 一邊進行協商 如同把刀架在人的脖子上 因此反對政府以協商為條件 強迫居民接受履刊 桃園航空城徵收案去年舉辦全區聽證後 將紅竹村三塊錯等127公頃剔除 但近期營建署都委會專案小組 卻建議再舉辦一次聽證 釐清正反方意見 居民與反對團體質疑 都委會是為了翻盤幫套牢的土地解套 5號上午營建署召開都委會大會 然而營建署過去都開放10位居民代表入場 今天卻一反官吏 只開放5位進入大會 引起居民不滿 在營建署大門發生推擠衝突 居民質疑已被踢除地區可以重新來過 水尾地區卻一直得不到參與聽證的機會 對此營建署回應 由於正反雙方所提的市政分歧 接下來只會針對踢除範圍再辦聽證 立法院於4號續審勞基法修正草案 上百名勞工團體代表 一早就在立法院外高喊抗議口號 中午勞團三度試圖闖入立院 與警方爆發衝突 到了下午 國民黨與時代力量立委想贊助發言台 卻被民進黨立委以人數優勢通通排除 晚上約9點多 勞團帶領民眾繞行立法院 與警方爆發零星衝突 直到晚間10點左右 作為民進黨立委提案停止討論 將尚未進行逐條討論程序的多個條文 全部保留送院會 並在人數優勢下通過 將勞基法修正案送出委員會 場外佔領馬路抗議的群眾陸續解散 勞團表示 一個月協商冷凍期過後 將重返立院繼續抗議 歡迎再次回到燦燃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觀眾 今天在現場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高校公務會的秘書長陳正亮 阿娘你好 我們剛剛在上段大概有聊了一下 這個為什麼你暴棄 然後在這個民主程序的這個歷程 那當然也稍微談到了在 這個修法裡面的一些內容 或者是一些質疑 那當然有人會覺得說 這樣子定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既然是一個比較有談性 就是它也不是沒有條件 這個條件就只會談說 那就工會就可以有勞資協商 如果有工會就是有工會 沒有的話就可能開上官勞資協商會議就好 那也有人會覺得說 在這個裡頭其實 雖然這樣子定 可是呢 我們要重點是在執行 那怎麼去執行呢 當然就是勞檢的問題 如果一旦發現有這種所謂過勞的問題 或者是這個資方有這樣不當的去做 如果這一種所謂要求加班 或是透過內部的權利關係 要求要做東作西的話 那勞檢不就是可以解決嗎 好那這個問題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講到工會跟勞資會議 能不能夠實質上發揮效果的問題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台灣的工會組織率非常低 真正有效的產業工會跟這個企業工會 因為職業工會大部分是 除了勞健保為主 所以這兩類的工會組織率大概就7點多 所以我們會說 90幾%的勞工基本上並沒有在工會的保護之下 即便是有工會不見證還保護它 更何況沒有工會 那勞資會議在現實的實施上 不管是各縣市的實施的經驗 其實都是類似的 就是它沒有效果 就是資方可以完全控制這個勞資會議 那這個勞資會議 他怎麼做了一個結論之後 他甚至沒有期限 你後來組織工會想要重改那個 沒有期限什麼意思 就是我不會說 這個勞資會做出了結論適用一年 那你就開一次 然後永遠彈性 會有這種結果 很難去推翻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大家都會說 回過頭來說 是我們台灣的工會太弱 勞工意識太薄弱 那就談到整個勞工運動 怎麼去壯大這一塊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狀況其實是這樣 因為我們當時的勞動基準法 1984年在訂定的時候 並不是台灣內部勞工運動 產生出來的一個結果 你說如果我們勞工運動非常強 那要求國家訂定一個保護我們的這個法律 那這當然就是自然長出來 我們是美國要求提高台灣的勞動成本 以便我們不會傾銷到美工便宜的貨品 這樣的一個國際壓力下的一個結果 所以勞動基準法永遠高於一直啦 一直高於台灣真正的勞資現狀 你可以這樣來理解 就好像戒嚴時代的憲法保障人權這件事 在我們現實上並不存在 所以我們的運動的過程都是說 我們要落實我們真正的憲法 就好像勞工運動講說 我們要落實勞動基準法 非常奇怪的 勞動基準法應該是最低的嘛 那本來就應該落實 可是你剛剛談的是 其實我們根本 我們還沒到 連那個最低的標準都不到 所以我們永遠都在談說 你要落實它 你要落實它 變成是勞工運動的一個高標準 那現在你要把它降下來 意思是說 我們將不可能達到 我們認為的那個高標準 何況這個高標準其實是 其他國家的標準 低標準而已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講 我們的公運經常要求國家 要求國家介入在勞工跟資方的關係裡面 的原因其實在這裡 就要求法律的介入 要求國家執行法律 所以我們產生了這樣的一種運動方向 這是台灣比較特殊的一個現象 就好像過去我們要求落實憲法 落實憲法同樣一個道理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在於說 我們如何能夠讓這個勞工集法真正被落實 那當然就是透過國家勞檢的力量 但是我們一百三十幾萬到一百四十萬的企業加速裡面 我們只有一千個勞檢人員 那這個完全是遠遠不夠 那監察院的調查像是覆蓋率 就是勞檢的覆蓋率到不到三成 也幾乎有七成多的 七成五的 是從來沒有被勞檢過的 你是指的是縣市加速 全國的加速都沒有被勞檢過 所以你可以在現實上聽到我們朋友啦 他們學生的一些日常經驗 工作日常經驗說 他加班就從來沒有在報的 或是加班費從來沒有在給的 特休從來沒有在修的 這就是日常嘛 這我們工作現場的日常 我們有一步還可以的勞工基準法 那這個我們想要努力把它落實下來 所以國家的關係跟勞工運動的關係其實在這裡 但是這會不會有一個矛盾就是 勞工團體或者是社會運動希望國家能夠介入 因為它是一個最低的保障 可是勞檢其實就是某種國家介入的一種象徵 可是這個國家介入 其實你會發現他事實上是做不到的 或者是他其實是敷衍的 或者是他甚至你也可以說他沒有能力 沒有能力可能是他不願意花錢去聘勞檢員 這沒有一些矛盾嗎 為什麼不是工人自己起來去對抗這個資方呢 那所以我們過去勞工運動所使用的方式 或是他的策略在台灣這種現實狀況裡面 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有長達40年的建議 你不要說這個勞工敢組工會 勞工組工會大部分都是所謂黃色工會 就是資方的或是國家的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的勞工的意識非常的薄弱 那自然發展出來的策略就會是 我們透過要求國家來壯大工會自己 所以他的策略其實是這樣 所以我要組工會 我說其實國家有給我們工會法 我們應該要大家要落實法令 於是工會就組起來了 所以我們是透過國家來壯大工會 而不是說我們現在也沒有國家 然後我們直接對抗資方來組織 我們從來不是這樣的一個模式 所以你說國家不要介入在勞資雙方裡面 產生的一個結果就是 對勞工運動實際上是非常不利的 因為它缺乏一個可以操作的武器跟槓桿 也說我們透過拉住國家來對抗資方的勞動彈性化 這樣的一個需求 所以為什麼蔡英文她會說 你們自己去談啊 勞工自己去跟資方談啊 她真正想要的是 我國家不願意再擔任你們勞工運動的槓桿 對 那在這種狀況 現實是什麼樣 就是93%的勞工他們用工會的保護 然後勞資會基本上是假的 那就是 資方直接把勞工做給擰存 所以國家退位 對勞工運動是不利的 當然這個蔡英文的說法 一部分可能是她長久以來的認知啦 那這個認知當然來自於所謂的 剛談到的國家退位 所謂一般新自由主義也都會這樣子談嘛 從大概198年代以來 台灣的整個所謂各式各樣的產業 或者國家在跟市民社會的關係 它一直呈現這一種狀態 那如果國家要退位 真正是如從新自由主義所言 那它為什麼要幫企業的五缺去出贏呢 所以事實上它不是在市場裡面徹底的退位 它其實是從勞工這邊退位 即使是所謂的新自由主義 國家也從來沒有退位 它事實上就是某種的 對於所謂的資方的一種保安 任何一個國家幾乎都是看到這種狀況 可是再回過頭來 在認真的談 它不也就是一個勞工運動的問題嗎 或者是說今天勞工沒有辦法壯大 工會沒有辦法組成 勞工沒有勞動議事 那這個勞工自己要去想辦法 那如果你今天一直在依賴國家 那它永遠可能就不會壯大 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那乾脆這樣子定也沒有關係嘛 那就讓工會組起來 讓這個勞工的力量壯大 那反正你資方越惡劣 那我們可能就會能夠 越有團結的力量 這不也是一種可能的方向嗎 那我們不能去期望這個對手的殘酷 來引發我們內在的主動性 那不能是這樣期待 那國家一直是一個工具的這種想法 我想在勞工運動裡面的確是存在 有透過國家來自我壯大的這件事情 譬如說我今天要組工會了 那我要怎麼組工會呢 我透過國家的勞動檢查說 我們工廠內部有非常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應該要組起工會 但是第一步可能是透過國家的勞動檢查 所以它變成是一個有效的工具 那要把國家拉出的原因 不在於說我們認同這樣的一個國家的性質 在我們認為它有一些工具可以被使用 能夠讓我們自我壯大 當然遠遠要做的遠遠要超過這些 譬如說你應該很努力的去做這個勞動政策分析 去做好的調查 勞工現況的調查 然後去討論去辦活動 讓大家知道共和的重要性 這些都是勞工運動我們來做的 那回到一個更現實目前會面臨到的狀況 現在立法院已經走到這個地步 那對於民進黨而言 對於執政黨 甚至對於很多的民眾而言 那立法院也討論了啊 那該有的程序 就算它是一個跑程序 它也跑完了嘛 那你還要怎麼樣 那或者是說還能怎麼樣 我想一個政策它的這個推行 或是說我們去對它的評價 不再是說它通過我們就不評價它 因為它通過 現在其實你可以說真的是已經通過了 其實還是有一點點機會了 也沒有完全的 二三讀 黨團協商 那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我們還是要去談我們應該要談的東西 你就把它當作是勞工運動 就是你還是要去分析這個政策本身啊 還是要努力去談它 去講說它到底在哪裡出問題 而且我們可以預見 在明年的各種統計數字出來 一定會有更不利的勞工 那我覺得我們還是要繼續做 因為你也不是只有這個政策 你還有很多其他勞工政策在做啊 那這個是大家關注很重要的勞工政策 我們就應該要好好談 把它談清楚 讓所有台灣關心這件事情的勞工 還是非勞工 都能夠明白這是為什麼 但是你這樣談法是對目前這個法案 似乎沒有抱任何的期望嗎 或者是假設我們希望 這個法案是可以有一些 這種轉換的餘地的話 我們可以做什麼 或者說民進黨裡面 看起來還是有一些是有理想的人嘛 那即使是林靜宜好了 他也沒有完全的說 政府法案是完美 他在上有話好說的時候 他有些要去修的地方 這有什麼樣的一個失利點 或者是我們可以怎麼樣去訴求這些 因為他即使在外面動員 你最終還是要進入到一個正式的過程 像民進黨這些政治人物他們的說法說 這個法案總是有缺點 這基本上是恐慌 對 你什麼法案沒有缺點 所以你不能因此的證明這個修正是對的 那當然永遠都會有空間 永遠都會有不同的變數 那我覺得像10號 這個禮拜天的高雄大遊行 然後23號 123的台北大遊行 老公運動發起的 都希望能夠在現在的黨團協商 以及對未來的23組 產生一定的民間壓力 那事實上還有很多其他的行動在持續進行 那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我們不要因為他出了委員會 我們就覺得不要再去談他 已經輸了 沒有這種事 我們就是永遠一直談他 那能夠改變什麼你就去感覺 這樣比較正確 最後一個問題回到一個政治現實上面 我們剛剛雖然看到有很多的 也說到有些民進黨的這些立委 他可能還是有一些理念跟想法 也許他不敢公開說什麼 但私底下看起來也有一些抱怨 可是也有一些人 例如說何佩山 他就直接說這樣的一群人 也可能這些很多人都是他老朋友 他說這是酌情幼稚病 你怎麼去看這樣的一種說法 對 其實他們是一個非常現實主義的政黨 所謂現實主義應該是可以把它理解成為一種 只要有選票 那我就往哪裡走 而且並不認為這樣的一種想法 但是酌情幼稚病也在講的是 他太過於理想主義了 所以他才會發出這種 你們這些反對的人都是酌情幼稚病的想法 因為在他腦袋裡面 所謂的這個真正的政治 應該是怎麼操作 就是現實主義的操作 所以我們就是符合現實 有選票我就往哪裡去 我也不要管價值了 我也不要管理念了 我也不要管說 這個可能會帶來什麼樣負面的長期的影響 對台灣社會 這都不在乎 他們就說現在有選票我就往哪裡走 你可以看到他們在同婚的態度上 其實也是有點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政黨是完全現實主義的政黨 但是我們要理解他所謂的現實主義 恐怕是很不現實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這個政策上 其實我認為長久 長期來看他不利於台灣中央企業發展 他只是隱正直客 重複那種過勞的以勞力換取利潤的方式 台灣的中央企業這樣總會完蛋 那再來是他們所謂的現實 其實指的是他們政黨的現實 他的政治利益 而不是我們台灣真正的現實 所以我覺得他講這個卓琴佑士兵 反映了他內在對於一個政治和政黨 應該如何操作的非常沒有靈魂的 沒有價值理念的這種想像 他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那立法院裡面的政治任務 是不是也是這樣呢 我想大概99%是這樣 他們已經非常 經過這麼多年的選舉操作 他們已經很缺乏一個說 這件事我一定要堅持到底 的這種勇氣 今天不要說是林景儀 換別人來恐怕也是這樣 但你可以看到只有少數例外 像林淑芬他應該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外 他就是戰到死 戰大體 這個民進黨裡面已經沒有了 的確我想這件事情不會是只有所謂的政治人物的事情 那他是跟所有的人都有關 因為每一個人他都是勞工 那即使他現在已經要即將 可能會邁入到所謂二讀三讀的程序 他還有許多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不管是剛剛提到的做研究也好 或者是對現實的了解也好 甚至去動員 甚至打電話給立法員 都是我們現在可以做的事情 我想還沒有到最後一刻 也不需要這個輕言放棄 因為還有很多的這種所謂的做法 都還是可以再繼續的使用 也有一些希望的存在 今天非常謝謝阿亮來接受這個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跟你做相關的討論 謝謝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